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下午 外交部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之上 發言人華春瑩所說的事有兩大兩點 第一 在中美關係之上 中國似乎展示出一種相對軟化的態度 第二 有媒體發現 華春瑩疑似是引錯了詩句 故此遭到大批網友的嘲諷 首先說一下到底在中美關係之上 中國是作出了一個什麼的宣示 為什麼會說它是相對軟化起來呢 昨天華春瑩說了這段說話 他說 中國從來都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 無意和美國全面對抗 中國關心的是要提高本國人民福祉 最重視的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 最期待的 是實現世界和平穩定 現場安置洪酷之治 這句是引典的 實情這句是出自史記的 但待會我們又說一下這句話 是否適合這個情境來使用 他還說到聲稱中國要超越美國成為超級大國 聲稱中國要試圖推翻現有體系規則的人 顯然是以己度人 是對中國戰略意圖的嚴重誤判誤讀 首先他這番說話就已經收起了以往那副 戰狼的嘴臉和戰鬥格 但是又很奇怪 他又引了史記的 現著安置洪酷之治 這句說話是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 一般平凡的人 又怎麼知道英雄人物的遠大志向 因為現著就是普通的那些宴旨 用來比喻普通人 洪酷之治就是一個遠大的志向 洪酷就是那些大眼 好了 你又引這句說話的時候 就是想表達什麼意思 合不合這個情境用 因為你華春瑩就說 中國是不想挑戰美國 不想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 但是你同時又引典 想藉著史記這句說話 來踩下那些提出中國威脅論的美方官員 換言之 那班美方的官員就是現著 你中國就有洪酷之子 因為你要實現民族復興 實現世界和平 有什麼可能 那些現著是來自一個超級大國 但是你的洪酷之治 就是來自一個 不想超越超級大國的中國 在邏輯上就是有矛盾 故此在這個情境之下 引史記這句說話 我就認為不下這麼恰當 可能我的文化水平有限 華春瑩就高我們一般市民 很多班都不定 可能他說對就對 不要緊 我們只是提出一個觀點 另外 又有媒體發現他 竟然用了一句白居易的詩句 去回應美國 在南海對中國實施的制裁 他怎麼說呢 他說 樹肉靜而風不止 如果美國想輕風作浪 就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 這個樹肉靜而風不止 其實是不能亂用的 因為他還有後面的一句 就叫做 子肉養而親不在 因為這句其實是有特定意思的 若然你刪減了後面那句 然後引用前面那句套用在南海問題之上來說 其實是不恰當的 因為你的原意其實是想說 中國就不想搞那麼多風波 但是若然美國是要輕風作浪的話 就讓他來得更猛烈 你想表達這個意思 但是 你竟然間用上一個 錯誤的典故 其實我認為 最重要是表達到的意思是精準的 說得淺白一點也不要緊 千萬不要胡亂拋書包去引典 一會兒引錯的時候 不但顯示不到你有什麼文化修養 而且只會弄巧反絕 好了 說回中國為什麼突然間在中美態度上 好像有所軟化 我認為要再配合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的一篇文章 來看的 這篇文章在16號的時候寫的 標題就叫做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 他說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 美國特朗普政府 已經完全拉開了冷戰的架勢 去壓制和圍堵中國 而這種戰略打壓的本質又是什麼呢 道義何在呢 去到文章的中段 有一小節的文字 就是胡錫進自己在自言其說 在說中國由頭到尾 即是說是改革開放以後 因為改革開放以前 毛主席曾經說過超英趕美這些口號 他自己在解釋 中國 是沒有取代美國的意圖 當然他在說的時候 貶抑美國是一個霸權 他這段文字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 中國要取代美國的霸權嗎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的最高層 從來都沒有做過對比美國的實力 趕超計劃 在這段期間 中共的黨員們 也都從來沒有聽說過 中國要在哪一年 追上美國GDP的時間表 中國的發展計劃 全部都是針對國內需求制定的 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一個有一個的現實方案 大家就看到了 基本上胡錫進在這段文字所說的東西 就是跟華春瑩在外交部記者會上所說的 關於中美關係的宣示 是互相呼應的 總之就是中國是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 就表達得很清晰 為何忽然之間會有這種宣示呢 我就作出簡單的分析 第一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問題上 其實就已經徹底地跟美國 以及就是西方社會 鬧翻了 因為 全世界都叫他不要搞港區國安法 最後到現在就是通過了 還要搞一個所謂實施細則 好了 在這個問題上寸步不讓 當然中國就是視之為一個勝利 因為在香港能夠實施到 這個國家安全法 除之而來的 大家在過去兩個星期都看到了 美國就是取消了某一些香港原有的特殊待遇 以及就是 針對香港提出了一些制裁措施等等 好了 美國在地緣政治上 其實傳統上 就有朝鮮問題 台灣問題 和香港問題 用來牽制中國 好了 現在香港問題這張王牌 似乎是沒有了 最後美國就在另一張王牌 在南海問題上 現在就認真起來了 首先就是 在五日之內 就有三次美國的軍機 抵達了廣東沿岸進行偵察活動 這個事件其實大陸的媒體都有報導過 而且中國外交部也提出了相關的抗議 但是 反應就不算是非常強烈 也沒有說在這裡大吵大吵 就這樣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兩支美軍航空母艦戰鬥群 分別是尼米茲號和列根號 今個月內 第二次就在南海的樹進行演練 這個當然就是非常強烈的訊號 因為在昨天開始的演習以前 其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還發表了一份關於南海的聲明 那份聲明主要是說 究竟南海的主權是誰屬呢 等等 這篇聲明 中國已經提出了反對 但是 美軍現在仍然在這個有爭議的海域 展開了演習 等同於在你的家門口 那裡是搞事 當然 現在美軍這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究竟他們所處的位置 是否位於中國聲稱的 領海裏面呢 如果是的話 真的要 大大聲地去反駁它才行 如果不是 等同於入侵領海的嘛 當然 我看很多篇報道 其實只是說它是在南海 南海哪一行呢 因為南海雖然很大部分都是 中國的主權範圍 但是有些都不是的嘛 所以就不知道在南海哪一行 故此就判斷不了 反正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 示威的訊號 第三樣東西就是 較早之前紐約時報和路透社都登過了 就說美國方面 就想禁止中共的 黨員和親屬入境美國 這個就遭到了大陸的官媒 和官方的強烈反對 不知道是究竟為了 捍衛中國的面子來反對 或是牽涉到什麼利益等等 真的不知道 反正我就看到在微博上面 其實民間的反對聲音 不是太過熱烈而已 反而還有些人 還支持 禁止這個 黨員及其親屬 入境美國 因為他們就說可以借錢來打貪 因為有些事實上是貪官污吏 他們在中國貪完錢以後 一來他們就自己做裸官 那些 配偶、子女、親屬 全部移民 而他自己 貪官本人 也是利用了一個虛假的身份 走去外國申請永久居留權 一旦他貪完以後 就把人家扔掉了 事實上是有這些人的 所以也難怪大陸有一群網民 去支持 禁止中共的黨員及親屬 入境美國 好了 這個舉動當然就是 會多少牽涉到一些人的利益 在這三樣的因素底下 究竟是不是導致 外交部的態度 有所軟化的原因 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